现在这个粉丝这个群体啊 惹不少祸 出了不少事情 我相信很快国家要严厉的整顿 这个追星的问题 追星真的追得无底线 很多事情越做越离谱 最近呢发生在这个 一架飞机上 因为一个男团 不知名 不知道什么人 大家都不认识 什么人啊 坐在头等舱 然后后面经济舱 跟了一大堆的小姑娘 真的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都不太愿意出差的情况下 这小姑娘们为了追星 要包飞机玩 所以在滑行期间 这些小姑娘们全部站起来 罚不责众 全部冲向头等舱 意思就是想要去跟这个明星合影拍照 或者要个签名啥的 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听劝阻 而且不听劝阻 简直是匪夷所思 让这个机组成员也非常生气 其实这个事情不能纵容他们 这个事情应该严惩 反正每个人都有名字 也有照片 也有这些图像 都能对得上号 哪些人参与了这些活动 哪些人在滑行期间站起来的 都应该负上法律责任 不能纵容这样的行为 不能因为他们只是家里面的乖乖女 只是家里面的宝宝 宝贝 就纵容他们 在社会上无法无天 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样的事情 不是你拿一千块钱打赌 做得下来的 这可能就是你的一辈子